提及和珅 人们都不陌生 因为天下第一摊的名号早已深入人心 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 和珅的家业富可敌国 与这样一个蛀虫 乾隆却一直没有将其处置 让很多的朝臣都表示不理解 不过和珅躲过了乾隆 最后还是惨死在家妻的手中 那乾隆作为一代民君 为何一直没有动和珅呢 还在最后留给他了一道保命诏书 其实乾隆是最能够容忍和珅的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在看完所有的折子之后 就决定要处置和珅 在和珅被抄家的时候 光是白银就查抄出了八亿两 家庆震怒决定处死和珅 这时候和珅想起乾隆 给自己留下的禁囊 是以和珅在生命关头在看 和珅以为是保命符 赶忙拿出来看一下 不料看到上面的字后 和珅目瞪口呆 说不出一句话 原来乾隆留下的指示三个字 就是留全身 原来乾隆早就想到 家庆不会放过和珅 而自己也不好阻拦 毕竟新黄登基 还是要有自己的决断 所以乾隆留给和珅的 也只能是在家庆出此和珅的时候 给和珅留全身